迎接连续假期 邻近南宾太平洋公园的花莲玫瑰石艺术馆 也配合花莲施工所推动的文化观光理念 携手星象社区交了协会 在4月2号、3号两天举办了 拜访春天亲子草地艺术市集 串联了在地艺文特色摊友 亲子活动还有民歌表演 期盼乡亲在市集可以度过欢乐假期 也透过爱心善款认购食物包 为偏乡孩子来尽一份心力 会别清明年假第一天的英语绵绵 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邻近南宾太平洋公园的花莲玫瑰石艺术馆 携手星象社区交流协会 配合花莲施工所推动的文化观光理念 2日3月2天举办拜访春天 亲子草地艺术市集 串联在地艺文特色摊商及亲子活动 包含副议长徐雪玉 现议员魏家贤等人都出席与会 他捐一份15包 我想我的能力虽然有限 但是我可以捐5份15包 我们一起包专引力 把这个福包包带到天乡 因为我们心向社区交流协会 在从事天乡部落的读书 读书的这个推广 那发现了 天乡部落的小孩子 他们在六字 父母亲常常不在家 可能到山上注意以后是其他的原因 那没有听这些小朋友呢 准备了他们的应有的餐点 所以发现呢 我们有的小朋友呢 在参与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六日会恶病 因此新向协会才结合了 我们花莲玫瑰石艺术馆 来向花莲施工所申请的经费 当然我们也感谢花莲施工所 我们也没有感谢到 那么因为有这个经费呢 我们才有办了今天这么样的 这个拜访春天 这么热闹的这个活动 这里可以说有吃有喝 然后呢有艺术欣赏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好朋友呢 彩薰他们的五五六六名歌演唱 那我们真的欢迎乡亲啊 如果这四月二号三号 有空闲没地方走 欢迎来我们花莲玫瑰石艺术馆 就在南兵这个太平洋公园的斜对面 那大家来共同欢庆这一个假日 星象社区交流协会 现场也涉探意卖 所得将购买食物包 送往偏乡孩子 包含玫瑰石馆长 及多位艺员贵宾 都响应捐款认购 现场也邀请民歌乐团 带来歌曲演唱 玫瑰石艺术馆 也设有亲子艺术闯关任务 完成任务就可获得 玫瑰石馆纪念品 及星象汇本馆儿童汇本 欢迎乡亲年假 前往市集放松 也会帮助偏乡孩子 尽奋心力 记者讲 帮宴玫瑰理事报道